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是关于神学的书里面看到英语不同的一面 而且这本圣经就很有意思啊 因为很多人学英语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不喜欢查字典 但是圣经里面就是他语法非常简单 就特别特别的短 因为这个圣经他的这个语言特别的简念 然后他的这一个语法特别的简单 很多人学英语他就不喜欢查字典 然后就特别的短 但是他这个单词从这一张看了 然后又会另外一张又会看到反复的出现 就逼迫你不得不去查这个字典 然后因为你以前已经见到他很多次了 然后你就马上记起来了 包括就是其实如果你学英语的话 你没有读圣经这本书 其实就是你是没有任何文化基底的 包括就是它就是口美文化 它是基于这个圣经上的 其实你看启示录里面 其实还会有很多的那种隐喻在里面 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学义就是完全评刺的信用 我并不喜欢老师告诉我那种特别扑草的一种教材 后来我就开始因为我一直讲到一个医生 后来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就把英文版的医学的有关的内容全看了一遍 那时候是看那个解剖学 心理学 要动力学 然后就发现英语 比如说那个解剖学 它的每个单词都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它会告诉你它的拉丁词根 词根就是英语也有偏黄步骤的 很多人就是被单词都是一个一个字的 点一个形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实我学这一个解剖学师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 因为那时候我还就是因为解剖学 它是因为现代医学之父是西波拉底 我就觉得很多关于希腊的知识 包括希腊的知识 然后我看到其实我们这些音标 音标全都是希腊字 包括后来学了这么多医学的东西以后 我又设立了那个心向学 心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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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时候就感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就是天上世界的一个倒影 就是天上心向的变化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然后会发现每一个字就是 比如说T-H-E 它都是代表神 因为神叫Theology Theology 所以说T-H-E就是神的那个前约 所以说为什么叫每个单词前面 要加个DNA这个定管词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一部分 比如说很简单一个词叫做IS IS就是是嘛 就存在嘛 He is a boy 他是个男孩 in 其实就是来自于那个 太阳神的名字 那个Isis Isis 包括以色列这个词 Is that real 它是有三个神来组成的 Isis Is right L 它都是有神的那个名字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 这些关于神圣的知识 其实自古以来 这些皇家皇室他们都知道了很多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觉得语言就只是枯造的字母而已 就是你如果没有体验到语言之美 的话你是很难把它融进你的实验里面的 包括我那个时候 我是我看到三十一二年了 而且我每个课题 因为我的大脑需要自己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鲜式的人 我看每一个课题 而且都是知道的 我自己找的 我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因为大脑的中书 你一旦超过十五分钟的话 它就会疲惫 它就不会吸收这些东西 而且比如说 我的意识 上次那个法国老师说 意识如果是一的话 如果是一滴水的话 潜意识就是这个海洋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 我看这个单子 我看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其实你的潜意识 已经把它吸收了 你所要做的就是 连线连网 就是比如说 我看十五分钟 解剖学的知识 然后再看十五分钟 莎士比亚 然后我再听一下 VOA的英语 我可能就是这个解剖 解剖学的这些 教科书里面 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吗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在某一天 我看莎士比亚里面的 一句话的时候 答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我们其实不是学语言 我们而是唤醒我们的心理 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中 就是包含了很多前世 广世的一些我们前世 包含着我们的前世的一些 在印度叫阿卡西基 对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一个唤醒的过程 其实就是因为 我可能是学神经学学 也时间比较长 就是觉得我会人为的 给我自己弄一些自信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 你学语言 大家记住了 学语言一天都不能断 就说比如说我今天 学了三个小时 我明天就得累了 我不学习 不行 你明天是要学习十分钟 就不能断 语言就是一个我 你慢慢地把这些记忆化起来 而且会有瓶颈期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每天就是 养生一个习惯 只要学习四十九天 这四十九天里面 一天都不能断 如果不断的话 你就会一直飞远 就一直飞远 在学语言的 头一年或者头一年的前三个月 是最重要的 包括后来 因为我跟你说 就是我是个特别 就是需要信心自己的人 就是包括后来 学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就觉得英语很精通了嘛 我都知道它的来龙是能不能去买 我包括我看莎士比亚 大家如果喜欢莎士比亚的书的话 千万不要看翻译吧 你应该看原本 原本你会发现 莎士比亚这是一个文化 不仅是什么 它每一个都有韵语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make make make是做 但是莎士比亚会写make and mark mar是什么意思 mar就是毁灭 make它是创造 mar它是毁灭 而且mar它是来自于火星 火星叫做mars 后面加一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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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其实它也是象征的这个火星 它也叫战神 火星的它的一面 它是一个毁化的这一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语 make and mark 就是说精心和火星 精心是爱神 火星是战神 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妙 就是每一句都有语语 其实我是觉得人在一种特别安静的情况下 这是进而通天地 就是莎士比亚能写出这种东西的话 绝对它是 它不是那种参字而喻 这种浮华世世的人 我觉得非常非常耐琢磨 包括后来我就是很长时间就移居嘛 移居在海边我就画画 每天看书 我都每天的这个 我都会规定自己要学什么东西 我就很很自觉的一个人 就是就是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 杀人的目光 你也在吧 我看聞到你 我觉得我还是不想玩 你以为一个人 我 ね Jegовор辞生 我可能会有些人